军事审判 把蒋介石总统公然在军事审判的这些提诉书上面 把军检的无期徒刑批说要求死刑 国家不当介入 这个不断不断的一再发生 在8月3号白山军的大集会上 我们看到主持人高声问道 我们当过兵的人 我们的军事装备有没有作假过 大家高喊有 我们的主管有没有无前 大家高喊有 我们的军中的连作的制度 已经成为公然上下包庇 的这种败坏 已经是天下皆知 今天我们军中的司法改革 这个是国家的胜利 这是人民的胜利 我们军中人权的提升 是让我们军队里面防止腐败最好的防腐器 中国有个网友看到8月3号白山军在凯道上面 这个高举手机 他留了话 他说他但愿他是台湾人 他说中国有什么资格来谈统一台湾呢 今天这是人民的胜利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仲邱的父母 他们没有忍气吞声 他们没有私下和解私了 他们因为爱 他们勇敢的站出来 他们距离力争 这个是多少多少母亲的眼泪 跟台湾人民的坚持 这是人民的胜利 军事审判走入历史 感谢大家 再次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努力 让台湾更好 谢谢